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内响世界,我是张瑞芬 今天是7月28日 明天好像就是鬼门关要开的日子 那么也就是鬼月正式要开始了 有什么禁忌呢,大家赶快注意一下 那今天早上的报纸上面呢 我们看到分科测验,也就是以前的指考分数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今年的每一科是60级分,满级分 五科就是300 那你要考上台大一科的话呢,要有282 我倒是注意到旁边另外一个资讯 就是今年的考生有29000多个 而录取名额有39000多 这代表会有一万多个缺额 这实在是个少子化可怕的一个警讯 也就是录取率不但是100%多了 而且呢,即将有一万个缺额 平均分布在,假设分布在20个私立大学里头好了 每一个大学少掉500个学生 500个学生什么意思呢 就是2500万的学费 大概少收2500万 这在很多私立大学来讲 是不小的财务缺口 这个情况也算是相当严重的 那私立大学呢,招生不足是一个麻烦 台大的话倒不会 他每一年收的都是最好的学生 台大没有招生问题 可是台大最近呢,学风也是有点歪斜啊 那么就好像柯P讲的 这个学伦会怎么样处置林志坚论文的事件 也是非常艰苦啊 处置出来呢,如果他抄袭的话 那么就承认了自己学校的学风 的确是有这个放水的嫌疑 那么如果是处置出来是没有瑕疵的话 那何以招工信啊 这个社会的踏法一定很大 那不管怎么样伤害都已经造成了 以学术界的人来看 非常简单哦 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创想在前面 然后你的大纲在前面 来说你没有抄袭 判断是不是抄袭主要看两件事啊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文字相似度啊 如果超过30%到40%左右的话 就非常严重哦 这就很严重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看谁的论文先完成啊 谁先口试完毕 那当然呢,在后面完成的那个人 是比较站不住脚的 我相信呢,台大有很多认真做研究的老师跟学生 可是这年头呢 大学啊,不管公立或私立大学 都一样啊 个人意志抵挡不住大环境的崩坏 现在当老师你认真教学 严格把关 这都算是做人很坏的老师了 当你在大学里头 你听到学生说你人很好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高兴啊 这个人很好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 你是很好说话的 你是很容易放水 很容易让人过关的 很容易呼啰 很容易应付的 这个叫做人很好 我自己呢 第一次听到学生说我人很好的时候 我还高兴了一下 后来呢 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 我们认真教书 总是希望别人觉得我是教的好的 是认真的 没想到呢 赢得的居然是人很好 这三个字啊 所以教书教的也有点彷徨了 人到中年啊 会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和理想 在节节败退当中 不晓得会退到什么样的一个界限当中去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两个鲁蛇的故事 那么最后呢 用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来做结尾 希望能够提振大家一点向上的勇气 或者说活下去的决心吧 这几天实在热到呢 连活下去我觉得都不容易啊 这个叫做火烧谱吧 还是火烧心啊 那么台语里面有一句 我觉得讲得很妙啊 叫做 来我们现在台语教学一下 这句呢叫做热到呢 你要怎么形容很热很热呢 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就是没有风 无风无遥 就是说热到空气好像凝结了一样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呢 是在南部啊 听老人家讲的 这真是热到无风无油 我觉得这个形容比那个什么 热得像蒸包子啦 或者热得像烤箱火炉啦 我觉得还要更贴切 前几天呢 就是热到这样的无风无油 然后呢 我废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 开着冷气 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做 我发现热会把人家脑子给煮糊了 就是就整个脑袋是当机的一个状态 这种天气就会让我想到 荣英宗的一篇非常有名的小说 叫做 只有木瓜树的小镇 那么这一篇小说呢 是发表在1937年 日志时代 那么这是他的第一篇小说 也是处女座 也是他的扛顶之座 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读荣英宗 也不知道荣英宗是谁的话 你这个辈子呢 如果只有一篇扣打 读荣英宗的话 也应该读这一篇 只有木瓜树的小镇 这篇小说三万多字 你没有时间读呢 那我讲给你听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也是一个有关于鼠热跟败北的故事 那么这篇小说里面 很多人都讲到 在这个小镇里面的 那个堂场的白色巨塔 就是代表殖民主义 殖民政府对人民的压迫 而那种堂场的白色烟囱呢 就是男性的象征 学界常这样解读 不过呢 我倒不从这个角度 去理解这篇小说 我觉得呢 我印象更深刻的是 荣英宗怎么样 用一种汗流浃背的 或者是那种热到 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种没风没油 热到整个脑袋都糊掉了的 那一种焦虑感 或者说那种火烧心 热不但让人狼狈 而且还让人非常的焦虑 那为什么荣英宗 他要强调这种火热的天气 故事呢 是发生在台湾中部的 一个山城里面 然后呢 这个主角人物叫做陈友三 他是一个20岁 中学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 来到个接议场 接议场呢 就是所谓的正公所 来当一个助理 这篇小说是日文写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的是中文翻译版 这个接议所 就是日文 然后其实就是 当地的相公所 正公所的意思 那么陈友三呢 一个人上任 很可能会遇到一个 不可知的命运 但同时呢 说不定也会迎接 一个新的开始 也不一定 但是呢 故事的一开始 我们就随着陈友三 来到这个小镇 第一件事情就感受到 非常的炎热 对隆音中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 闷热 或者说酷热 火热 这种天气 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点名了 时序呢 是九月底 虽然是九月底 但还是非常非常的热 陈友三呢 他坐着那个五分载车 五分车 这个是智堂晦涩的 那个五分载车 晃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呢 走出这个小车站 就被那种赫赫的阳光 刺得眼睛都要发痛一样的 他晕眩 这个晕眩我有感受 我前几天从那个 我的冷气房出来的时候 真的一秒晕眩 就好像一个冷冻的螃蟹 突然之间被丢进废水一样 那种感觉 突然之间一秒之间断电 那么他这里形容说呢 陈友三走在干裂的马路上 汗水热热的爬在脸上 来接待他的呢 是他的同事 叫做红天颂 然后呢 他就告诉他说 哎呀 你现在暂时没有地方住 那暂时先住我那儿好了 于是呢 红天颂就把他带回 他自己租的房子那边 当然也是个很简陋的住处 那陈友三呢 他到了红天颂住的地方 脱下湿淋淋的衬衣 脚干以后 晾在篮子上面 房间里头只有个 很小的格子窗 从窗口就可以看见 绿油油的浙田那边的工厂 好像个白色的城堡一样 那么他所在的这个铁皮屋子呢 吸收了很大的热量 所以呢 就好像压缩着 全身一样的暑热 他被晒成褐色的脸上 汗跟油黏在他的脸上 裸成的身体 不断地冒出大颗的汗珠 他躺在床上呢 闭上眼睛 无数的星星 好像火花一样 在他的眼睛里面闪烁 就是热到头昏眼花的意思了 到了第二天呢 他到这个正工所去报到 然后他负责的是会计工作 一个上午就在那边数钞票 数了很累之后 中午呢 同事邀他出去吃饭的时候 你看他的文字哦 出来到外面 正午的太阳 就好像要烧焦脑门那样 强烈地照射着 街上满溢着白光 看到一个女孩子呢 单着扁淡 挑了一袋东西走过去 他茶褐色的脸上 汗水淋漓 微微地有一种疲惫的姿态 停留在他的脸上 龙英宗要开展这个绝望的故事之前 他首先用温度 声音 光影 来营造一个非常非常无可逃离的一个 一个闷热的 一个窒息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他真的是印象派的一个写作者 某种程度 其实他也是一个艺术家 龙英宗的文字风格完全跟像杨奎啦 或者是像吕赫若啦 他们这一些抗议文学写实的 这完全不太一样 龙英宗在求学的时候 他就接触到很多日本 欧洲和俄国的小说家的作品 所以他展现了一种自然主义的风格 那么他的文字比较印象式一点 他用一种摄影的 冷调的 或者是长篇 很琐碎的一些细节的描述 来呈现一个小市镇的地理景观 包括这边有什么样的果树 然后街上有什么样的人们 那有一点像是后来 侯孝贤不是有恋恋风尘 还有悲情城市这些电影 那这些电影里面 都是一些看不清楚面目的小人物 而且小人物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那么这些小人物 在阴暗的长镜头当中走动 给人一种很凝重的 一种忧郁的感觉 然后有时候 他是用感觉性的语句 来描摹人跟事情 或者刻意用动物的丑陋性 这种来刻画人物 悲屈猥琐的一面 给人一种窒息感 那么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用一种很炎热的 汗流浃背的 一种窒息的感觉 来营造他小说要的气氛 故事还没开始 但是那个气氛要先做出来 所以譬如说 他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这个陈友三 自己一个人逛到 火车站前面的市场 那么那条马路 算是当地比较大的一条路了 那么以下这段描写 你完全就可以感觉出 他的艺术性 同样的 他不会忘记 有强烈的阳光 那么这段文字 是这样写的 他说日常前面 有一条马路 这个马路两边 有一些黑色的柱子 好像烧焦了一样 你看这一定要用烧焦 就是那种灼热感 一定要出来 那么有一些柱子 像烧焦了一样 有一些腐朽的厢房 然后呢 这两旁都有顶阿卡 这个顶阿卡呢 下面有很多杂货 非常脏乱的堆在那里 倾斜的屋顶上面 到处都是杂草 在这个丰满尘埃的杂货店里面 这个店老板呢 长着一副没有表情的脸 他那个脸就好像长得青苔一样的 他整天就坐在那个地方 一语不发 然后呢 在路边还有那种 满脸都是皱纹的老人 坐在顶阿卡的地上 伸出他的脚 好像他的脚 好像枯枝一样 然后呢 他闲着长长的竹烟管 在那里懒懒的打顿着 强烈日光下的十字路口 张着一幅一幅黑色的 就好像蝙蝠一样的黑伞 在旁边呢 卖花生的一些男人呢 他们呢 好像榕树一般 又黑又老 很无聊的抱着膝盖 就这样坐在地上 旁边呢 有一摊卖凤梨的 把凤梨切了片 然后一片一分钱 就在那卖 康营呢 嗡嗡的围绕着这些水果 读到这里呢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应该是一个 到最后是一个沉沦的故事了 是一个绝望的尽头 是一个落后的腐烂的 没有希望的世界 完全让人想起 文艺多的死水那一首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讲的就完全是 这样的一个景致 总而言之呢 你读荣音宗的小说的时候 会感受到 他要营造一种压迫感 一种窒息感 用那种非常高的气温 让你感受到一种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整个人沉溺在里面的 那一种巨大的压力 其实呢 我建议你要读荣音宗小说的时候 就好像欣赏一幅画 在看画之前 你先不要去看画评 如果你先看了 绘画的评论 你很容易 你的想法就被那些评论者 带着走 于是就丧失了自己 主观上呢 去接触一个艺术品的一个感知 你所感受到的 很可能跟学界 他们所分析的不一样 可是呢 你先看 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后 就使你去理解这个东西呢 就歪斜了 比如说 很多学者的解读是这样的 这篇小说呢 它是在日志时代底下 然后呢 它是在讲在资本主义 在殖民统治底下 个人的理想性跟自主性 就在这样的一种压迫底下呢 就破灭了 那这个木瓜树呢 它是作为一种象征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是陈友三呢 他向往着在日式的宿舍里面 那些高级的职员 那些日本人 他们过的美好的生活 那是一个天堂国度的想象 然后在宿舍旁边呢 种有木瓜树 那是高级社区就对了 那他不喜欢自己 本岛人的身份跟命运 所以他极力的想要成为日本人 或者娶一个日本姑娘 或者呢 被日本人收养也很好 如果你成为日本人的养子的话呢 你的薪水都可以多六成 所以呢 他穿着和服 然后呢 他看不起自己的同胞 觉得那些都很落后 都是非常没有教育水准的 这是他刚开始的时候 看到木瓜树的一种象征 那么后来呢 当他的理想慢慢沦亡的时候 木瓜树的叶子呢 投射着温柔的 安慰着这些光彩 到最后呢 幻灭的时候 他看到的夕阳下的木瓜树呢 是在淡雪色 雪的颜色 淡雪色的细灰当中 投射着长长的影子 那简直就是死亡的影子 终归于绝望跟虚无当中 回应了整篇小说里面 透过林信南的长子 他所讲的一句话 这句话呢 也相当于这篇 三万字的小说的一个总结 这小镇的空气很可怕 好像腐烂的水果 年轻人都彷徨于 绝望的泥沼当中 我们现在呢 来讲一讲陈友三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崩坏的 那么刚刚我们讲到 他来到这个接议场 也就是这个镇公所当助理 然后呢第一天上班呢 就开始数钞票 对不对 中午去菜市场呢 遇到了他一个同事 叫做戴秋胡 那么这个戴秋胡呢 就邀他一起吃饭 并且呢跟他讲了一下 同事们这些状况 让他稍微了解一下状况 到了黄昏的时候呢 这个陈友三 因为住在红天宋家里面嘛 所以他们晚饭之后呢 就出去散步 然后散步的时候呢 就经过了一个 日本人的宿舍前面 整排的宿舍非常漂亮 那些木瓜树呢 稳重的绿色大叶子 然后结着累累的果实 这个红天宋呢 他就指着那些宿舍 跟陈友三说 我梦想五年以后 可以住进那种高级的宿舍里面 你看我们现在住的 那个头角处 是多么的简陋啊 然后呢 这个路上都是不平的 蚊虫成群 有那么一天 我一定要成为人上人 那像我们这种中学毕业的 当然呢 是可以做这个梦的 像那些工学校毕业 就小学毕业的 那就只好早点死心咯 两个人呢 走着走着呢 就来到了他的一个同事 叫做苏德芳的家里面 那么苏德芳住的也是一个 非常简陋的一个巷子 他才三十岁左右 那么进去他家里 你们就发现呢 他太太长得非常瘦瘦 长得也很憔悴的样子 因为他们两个来者是客 所以苏德芳他太太就去泡茶 然后呢 他们三个男人就盘腿坐着 然后摇着扇子 盘腿坐这个姿势啊 我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爸爸在家里 不管是坐沙发 或坐什么椅子 他都是盘腿的 日本人都习惯盘腿坐 那有一次我看到我爸呢 他弹钢琴的时候 居然是盘腿 坐在那个弹钢琴的椅子上面 这样弹钢琴 我的天 我没有看过人坐在 钢琴的椅子上面 盘腿这样弹钢琴的 还更离奇的是 他完全看不懂谱耶 那我妈就说呢 因为我妈是小学老师 他就说呢 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 看不懂谱 还能够弹钢琴的 我爸根本就没有学过钢琴 他只是听我妈在弹 所以呢 他就把曲谱记住了 然后在他不在的时候 他就自己去摸索和弦 左边右边的手 就这样打起来了 然后当我们都觉得 很惊讶的时候 他就说 我是谁在背呢 废话少说 回到苏德芳 为什么这两个人 会去找苏德芳呢 因为他们想要问问看 这附近有没有房子可以租 所以呢 就去问一下这个苏德芳 那么苏德芳呢 就跟他们两个人 就盘腿坐着 然后就聊天 天气非常的热 热到好像要把身体 蒸熟了一样 这时候苏德芳呢 就跟他们两个人 就讲起柴米油盐的事情了 苏德芳就跟陈友三说 我劝你不要太早有家累 你想想看 像我的话 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现在月薪呢 大概是40元 光房租就去掉6元 我们做这种小职员呢 租房子是没有补住的 所以非常的拮据 我才30岁就已经有5个孩子要养了 那当年娶我太太 因为我太太是女校毕业的 所以呢 聘金就付了1300元 我这个是天价 那么当时候台湾人结婚 都是这种买卖婚姻 就是要付出很高额的聘金 那这个苏德芳他的家里呢 因为他的学费 已经负债累累 再加上呢 这个聘金1300 所以呢 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们家欠债大概2000元 所以呢 只好把田都卖了 然后呢 这个以往的所有理想跟美梦 也都泡汤了 现在活在这样赤贫的境地里面 矮一天算一天 他以前还是个网球选手了 念中学校的时候 还是个非常英俊的帅哥呢 后来陈友三呢 终于找到房子 也是一个很简陋的住处 每个月3元 然后呢 他花了4元去买了一个床 就稍稍安顿下来 那他每个月的薪水呢 是24元 所以呢 他就开始计算起来 他每个月收入24元 伙食费呢 大概要8元 房租3元 电费还有碳的费用呢 1元5角 然后呢 书籍的费用大概3元 杂费呢 是3元5角 最后呢 还要寄回家5元 所以结余是0 他写回家的信里面说呢 我现在呢 只有能力每个月寄5元回家 不过呢 以后应该会好转的 那么这个陈友三呢 他没有被这个苏德方的 穷困的处境吓到 他决心要好好奋发图强 他决定要摆脱命运 他立下志向 三年内要考上文官考试 十年内要考上律师执照 他勉励自己 精神一到 何事不成 可是呢 现在陈友三 他并不是打平的状态 因为他为了念这个中学校呢 这个家里面 已经负债1500元了 跟那个苏德方差不多 所以他有庞大的学代压力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的结余是零的 他连一毛都存不下来 那么故事发展到这里呢 已经埋下了一个隐忧 就是呢 台湾籍的青年的超低薪 这种状况 可能是没有办法摆脱的命运 那么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有一天晚上呢 他有个同事叫做戴秋胡 就是前面市场里面出现的那个 他就邀他到他的老家去 然后家里面呢 老父亲接待他 还有个美丽的少女呢 端了一盘木瓜出来 原来呢 那是他妹妹 结果呢 后来他才发现 戴秋胡邀他到家里去 原来是做身家调查 然后看了半天 看到他家那么穷 也就没有打算 把他的两个妹妹 许配给他 那么戴秋胡 其实是个坏人呢 他把他的大妹妹呢 等于是嫁给一个 非常有钱的浪荡子 然后呢 去收取那个 很高额的没人钱这样 本来想把第二个妹妹 介绍给陈友三的 结果呢 一听说陈友三家里穷 马上就打消了主意 后来呢 这个陈友三陪 洪天颂去相亲 然后才知道说 现在呢 要一段相当程度的婚姻的话 聘金都要一千多块 那么洪天颂呢 为了结这个婚 也是家里面呢 等于是要欠债 才能够娶到这个老婆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本岛青年呢 在这种买卖婚姻底下 事实上是无力负担 工作超低薪 然后婚姻也是没有指望的 他们有着想要恋爱的心思 爱慕异性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能力 能够拥有一个 比较像样的婚姻的 而他们几个人呢 都是中学毕业 中学毕业这个学历呢 他比小学毕业好一点 算是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的地位又没有能够高到 可以跟日本人平起平坐 所以就是一个夹缝当中的 中间阶层 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处境 但是呢 陈友三是有目标的 他有决心 他不放弃 所以呢 他自己很努力的读着书 他对于周遭的人呢 他也有一种优越感 他觉得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一定是有前途的 那么慢慢到了11月秋凉之后呢 他读书也慢慢上了轨道 就在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同学叫做廖青岩 他从远地而来 然后呢 戳破了陈友三的梦想 那么这个廖青岩呢 他穿着一身非常漂亮的西装 外面还搭着风衣 看起来非常的漂白 他一来呢 看到陈友三在用功 他就说 哎呀 我劝你呢 把你的梦想丢给狗吃吧 你要知道 人有梦想是好 可是呢 当你幻影破灭的时候 你的痛苦是加倍的 我们的未来是漆黑一片的 你真的要相信我 这个制度呢 对我们是很不公平的 而个人的意志是抵不过整个时代 或整个社会的制度的 所以呢 你这样子拼命用功 你等于就是跟巨大风车格斗的唐吉科德而已 我劝你还是早点死心 不然有一天你会非常非常的绝望跟痛苦 这时候的陈友三呢 他虽然起了一点动摇 但是他其实忠心理念还是一样的 他还跟这个廖青岩辩白说呢 我们年轻人如果放弃了对知识的探求 也没有向上的决心 那我们还剩下什么 我们就是一个行尸走肉而已啊 不过呢 在这个小镇久了之后 这个小镇的怠惰呢 好像逐渐侵入了他的身体一样 那么这个陈友三呢 也修正了他的理想 他放弃了律师考试 因为那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那么他决定呢 还是继续读那个文官考试 他觉得至少读书还是有意义的吧 还是使我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嘛 他呢 看不起廖青岩那样去喝酒玩女人 然后过着撒谎的日子这样堕落 慢慢的呢 已经到了三月 这时候呢 林信南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同事出现了 然后邀他一起住 然后就跟他讲说呢 你干脆跟我一起住好了 房租还有三餐洗衣服 通通加起来12元 这样子也很划算 那么这个陈友三也答应了 那这时候林信南就跟他讲说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年轻人啊 抱着这样的清云之志 此地呢 已经很少有这种有目标的 然后又很正直的年轻人了 可是我跟你讲 事实上呢 你如果通过文官考试 也是可能失业的 我有个同学就是这样 那这时候的陈友三呢 因为太用功了 所以呢 又受了一点小小的打击 他被他的同事呢 告状说 他白天都在读书 然后耽误了工作 那他当然很愤怒 很崩溃 觉得被巨大的宿命给俘虏了 就是他想要向上 可是旁边 要嘛就看虽他 要嘛跟他说 这是没有意义的努力 另外呢 旁边还有人在那扯后腿的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常常一个人到郊外去散步 又见到了木瓜树 那么这时候的木瓜树呢 对他来讲是一个美丽的色彩 温暖了他的心 那么这些淡黄而滋润的果实 累累的挂在树干上面 在空洞的生活里面 好像有微弱的阳光透进来一样 所以呢 刚开始的时候 木瓜树在他来讲 是一个遥远的美好的理想 但是在这里呢 理想稍稍打了折扣 那也还是一个 很温暖的一个慰藉 林信南呢 他在正宫所里面 表现并不好 甚至呢 随时是会被杀头 这个杀头就是日语 泰逃 就是会被fire掉的意思 那他就是很吝啬 很邋遢 也很无能的一个人 也几乎没有人看得起他 那有一天呢 他跟陈友三就讲到说 我告诉你啊 什么最重要 金钱才是最重要的 我有七个儿女要养 我的长子呢 本来成绩很好的 但是呢 因为肺病的关系 所以呢 他现在卧病在床 那我第二个儿子呢 工学校毕业之后 就去当工友 领的是很微薄的薪水 全家呢 沦于赤贫 所以呢 陈友三跟林信南 他们一家住在一起 等于见证了 真正的贫穷的一个处境 但是这没有打击到陈友三 因为呢 他见到林信南的女儿 17岁 长得非常漂亮 一个少女的时候 他心里面蒙起了爱意 那么爱着一个人 爱情使得他呢 对人生是有希望的 这时候的他呢 已经慢慢被那个戴秋胡 还有他的朋友雷德 带坏了 该开始带他去嫖妓 但是呢 爱情把他给拉住了 那么他对于人生 总算还是有个寄望的 这时候 微妙的事情来了 他的身体 是放浪行海的 但是他心 还是有点寄望 这时候呢 时序已经到了六月 天气越来越热 那么阳光好像白银一样 闪闪膨胀 缠身高明 渗入了这个 闲散的小镇里面 每当这个酷热的意象 一起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压力感又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天的早上 他遇到了林姓南的长子 那是显然是一个文青啊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呢 陈友三就问他说 你现在病情怎么样啊 结果两个人就聊了起来 这个林姓南的长子呢 在这个小说里面 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名字出现 就好像一个 苍白的幽灵一样 那我们只知道呢 这个年轻人呢 他苍白而受血 他读鲁迅 他是一个很左派的青年 他说他也很想买到高耳机的书 但买不到 他也很想读一下 阿Q正传 在这个小镇里面 其实资讯是很不流通的 他告诉陈友三说 这小镇的空气很可怕 就好像腐烂的水果一样 年轻人全部都在一种 绝望的泥闹当中 他告诉陈友三说 我的生命可能已经没有多久了 但是呢 我要追求真实 我不放弃我的梦想 我们处在这个 没希望的社会里面 我们只有用正确的知识探究 才能够不要陷入 绝望跟堕落里面 我们一定要正确的 活下去才可以 虽然我们事实上是 穷到连买书的钱都没有 但也不能轻易放弃 这个角色 大概是整篇小说里面 最正向的 最精神指标意义的 一个人物了 所以后来 龙英宗也说呢 陈友三加上林信南的长子 加起来 就等于他自己 故事到这里哦 绝望跟希望 两边正在拔河拉锯当中 可是呢 命运好像在跟人开玩笑一样的 这时候呢 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完整地毁灭了陈友三 他还渺渺存在的 一点爱情的梦想 那就是呢 他托洪天宋 去向林信南求婚 可是林信南拒绝了 因为呢 他说我们家里的情况 你也知道 穷成这个样子 我只有这个女儿 长得又漂亮 我已经把她取配给一个 非常有钱的人家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青年 但是实在也没有办法 当天晚上呢 陈友三呢 不搬走也不行了 再这样住下去 两家非常的尴尬 他失恋 然后必须要搬走的 前天晚上呢 这个林信南的长子 到他的房中 给了他一页的手稿 告诉他说 以后我们可能 没有办法再见面了吧 那这是我写的一点东西 留给你做纪念 那最后一晚呢 他在月光底下 看到翠儿 翠儿陡大的泪珠呢 沿着他的脸颊 就这样滑了下来 这一页手稿呢 优美的就好像一首诗一样 就作为整篇小说的一个 最有精神的一个亮点 我觉得也寄托了 龙英宗的哲学观念 从这一页诗稿 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龙英宗不只是小说家而已 他是一个诗人 他这一篇文章 其实就等于是一首哲学的诗 这首诗可能需要用日文来念 不过实在没有人有办法 所以现在要用中文念一下 一切都接近死亡 像在路上被践踏的小虫 在树上空的缠退 就好像走过黄昏街上的 送葬的队伍 逝者再也回不来了 我的肉体 我的思想 我的一切的一切 一旦逝去以后 再也不可能回来 死亡是什么 死亡已经在那里了 青春是什么 恋爱是什么 而我现在呢 只能静静地躺卧在冰冷 有黑的土地下 居虫在等着 在我的腹腔穿动 不久以后 杂草重生 这些树根呢 就会紧紧地抓住我的脸 跟我的手脚 吸取我的养分 一边开花 在明朗的春天的天空底下 可爱的花朵 会微微地摇动 并且呢 欢迎着行人的眼目 我23岁的岁月 也许很短 我的肉体已经毁灭 但我的精神却活了五六十岁 我用我深刻的思想 获得了事物的权势 虽然是无限的悲哀跟黑暗 但不久 总会有一个美丽的社会来临 我愿意一边描画着人生的幸福 一边走向冰冷的地下长眠 这首诗啊 简直就是一个死亡论 那陈友三呢 搬离了林姓南家之后呢 又到了仲夏时节 燃烧的太阳 曝晒在这个小镇上面 被浓绿遮蔭的这个小镇 似乎折服于猛烈的大自然 畏缩的蹲着 你看龙音中的文字很失忆 那到这里呢 急转直下 剧情即将要在最后 反馆极弦当中结束 前面花了很多时间 去铺陈出一个氛围 那么现在呢 已经到了最后面 而且是非常紧凑的一个阶段 爱情的破灭呢 最后一集的重击 打击了陈友三 所以呢 他已经不再寄钱回家了 他一味的呢 把他的生活沉溺在酒当中 他呢 吃喝玩乐 他已经丢弃掉 他所有的矜持 他的知识 还有他内在的一种自省 他只抓住一个 露骨的本能 在过他的颓废生活 依然是一个很热的夏天 他在自己的头角处里面 然后呢 买了两分钱的花生米 三分钱最廉价的白酒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听到了 林信南的长子的死讯 而听说呢 林信南在 这个政公所的工作 也已经丢了 长长的夏天 已经过去了 太阳一天比一天的衰弱 陈友三望着天空发呆的时候 他看到一群孩子 围着一个人 原来他就是林信南 而他已经发疯了 全身穿得破破烂烂 头发很乱 失神的眼睛 然后手掌全部都是污泥 然后他呢 双肘合掌 跪向天空 祈祷膜拜 不晓得在念什么东西 这个战战兢兢 这个一辈子小心翼翼的男人 终于疯了 最后呢 这个荣英宗是这样写的 街道与群树 在淡血色的细灰当中 投射着长长的影子 喝醉酒的陈友三 他现在呢 脚步狼腔 然后他的醉眼当中呢 就浮现了死者的遗言 就好像一个 黑暗洞窟的心里面 吹来了一阵寒风 他突然之间 全身都颤抖起来 这篇三万字的小说 就结束在这样的一个 绝望跟荒凉的一个处境当中 这已经不只是一个 鲁蛇的故事 这全体看起来 就是很灰色 很没有希望 很负面的 人生的努力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很多人在解读 荣英宗的小说的时候 觉得他是一种 很美丽的 很鲜弱的 一种败北者的文学 那么尤其呢 他如果跟三零年代的 赖和 赖和写封作 他是抗议 日本政府那种 制堂会社 怎么样剥削农民 剥削这些测农的 那么像杨奎的宋报夫 他也是谴责 资本主义 怎么样剥削穷人的 那么吕赫若的牛车 那就更是了 一个殖民政府 怎么样去压迫到 一个小老百姓 他连载个牛车 去载货的工作 都找不到 然后赚的钱 急起围帮 他的太太必须要去 卖身 然后来维持家里的生活 跟他们比起来 隆英宗的反抗意识 好像有一点淡薄 所以就有人说 从赖和杨奎 吕赫若 到隆英宗 他象征的是一种 对殖民政府的反抗 到屈从 这样的一个过程 甚至是被同化 而且同理于日本政府 这样的一个状态 甚至有人 就把它归类为 黄民文学 我认为这个讲法 对隆英宗来讲 不是很公平 那么举个例子来说吧 我看过反古传里面 反古的故事 就很典型的 他是一个荷兰人 然后反古本来呢 他是要学做一个牧师的 结果呢 因为他被奉派到教区里面 那个教区呢 是一个矿区 所以呢 他到了矿区 一个很穷的矿区 在那里当一个 实习牧师的时候 每天在教堂上讲道 但是都没有人要听 后来有一次呢 他就跟着矿工 到地下采矿的地方 去看过他们的生活 之后呢 他才发现 这些人才真正是 生活在地狱里面的人 他每天穿着 很整洁的衣服 然后呢 在教堂上面 夸夸奇谈 这实在是很不道德的 所以后来呢 他就把他的衣服啊 粮食啊 他很多东西 都送给穷人 然后自己呢 就穿得破破烂烂的 那有一天呢 这个教区呢 他们有人来巡视这个地方 发现呢 这个牧师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完完全全就不像一个牧师的样子 所以呢 就把他给败掉了 就把他给解职 所以呢 反骨是当牧师 当不成的 所以后来呢 就改成去画画 他有一句名言嘛 他说 艺术没有办法解决痛苦 艺术只能表达痛苦而已 那我觉得这句话也很适合送给 要理解荣因宗的人 荣因宗的文学 他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人生上面 现实上真正的痛苦 但是他的确是把那种苦闷 那种预热 还有那样的一种压迫 跟一种窒息 他表达得非常好 他的社会主义跟人道精神 是一种隐性的 就是比较隐微的一种表达方式 他对于现实是很无力感的 但是他的心灵是很高贵的 所以林信南的长子 他所讲的话 他那一页诗稿 其实说明出来 人还是有精神上的理想的 只是呢 在这样迫于现实的 非常巨大的碾压之下 而失败了 而失败者也有失败者的可贵 也就是说他努力过的 那么陈友三本来希望成为日本人 他奋发向上 努力想要考试 结果后来慢慢被现实打击了之后 他还是退了一步 觉得说读书至少是有意义的 我不能让我心灵堕落 那后来呢 当恋爱也失败以后 他重重的一击 然后呢 让他滚落了生命的深渊 一切都没有了希望 所以他最后变成了一个酒鬼 而他亲眼就目睹到了 林信南到最后 大概是因为他长子也去世了 家里陷于困穷 所以到最后发疯 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处境 你不能只看到他的颓丧 忧郁 灰暗 其实你要看到他对于命运的一种悲悯的关照 他有一种个人的一种内省跟质疑 那另外呢 这种新感觉派 他有一种纤细唯美的色彩 充分的表现出来一种美丽跟哀愁的思考角度 那么说到倒霉呢 其实我觉得龙英宗的处境 他比叶石涛更倒霉 我们上次就讲到说 叶石涛呢 在1951年 他因为白色恐怖事件被捕 坐牢三年之后呢 一直找不到工作 然后就陷于人生的困顿嘛 所以他整整停笔了15年 到了1965年才复出文坛 所以他整整就是跨过语言 然后呢 空白了15年 可是空白15年还不是最久的 这个龙英宗整整空白了30年 这话怎么讲呢 因为呢 他是1911年出生的人 所以呢 在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 他已经三十几岁了 三十几岁要重新学中文 那非常困难 尤其是要能够用写的方式表达 龙英宗呢 他是客家人 他是新竹北埔那边的人 那么家里面本来就蛮艰苦的 而且呢 他身体弱 长得非常瘦小 听说呢 还口急 当初呢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中学校毕业之后 他没有办法像叶石涛那样 去考一个师范学校 还能够当个小学老师 他就是连当小学老师 都考不上师范学校 他就不够格就对了 所以呢 龙英宗是做什么的呢 他是一个小银行员 那么说到一个银行员 这个角色 事实上他跟一个艺术家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银行的工作呢 非常的繁琐而机械化 但是呢 艺术家是很纤细敏感的 我有一次呢 在银行里面 我就发现了一个 很恐怖的工作 是一叠纸 然后你盖了几个章 往后丢 然后后面那个 再盖了几个章 再往后面拿 然后呢 后面再盖几个章 再往后面那个桌子送 送到最后那个桌子 应该就是主任了吧 可能是关最大的那个人 好可怕的工作啊 这个工作叫我做一天 我都受不了 不要说做一辈子了 龙英宗他一辈子的工作呢 就是在银行 做一个很基础的行员 那他中学毕业之后呢 就念了商工学校 然后就到台湾银行 还有到合作金库去工作 年轻呢 就在日本的杂志上面成名了 就是这一篇1937年的 只有木瓜树的小镇 那发表在日本的一个杂志 叫做改造杂志上面 也因此呢 到日本去领奖了一趟 那么在1940年呢 他加入了台湾文艺家协会 也加入西川满的 文艺台湾这个杂志 他担任编辑 当时候的叶石涛才十七八岁 才从台南到台北来当工读生 所以呢 那时候他们就认识了 年龄上差个十几岁 这样 在1942年的时候呢 龙英宗还曾经跟西川满张文环 他们去日本开会 那那个会呢 叫做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他们是台湾地区的代表 所以那个时候 龙英宗已经很出名了 那么龙英宗他的一生呢 有三个很倒霉的地方了 第一个呢 就是说他长期被误解 为皇民文学 没有抵抗意识 那么很多人在那里 驴喝肉他们在那里 抵抗的时候 龙英宗呢 却是依附日本的 文艺台湾的 那么当时候张文环呢 脱离出来 办了一个台湾文学 来跟文艺台湾打对台嘛 文艺台湾是日本人办的 那台湾文学呢 是表彰台湾人 而且比较写实 跟反抗的精神的 那为什么龙英宗 没有参加台湾文学 而去参加文艺台湾呢 这其实是一个误会 一直到1942年 他跟张文环 他们一起去日本开会之后呢 这个误会才解开 因为他不善言辞 所以呢 只是没有人去邀请他而已 他并不是对他们 有什么意见 那后来龙英宗呢 他就开始改投台湾文学 第一篇小说呢 就是有联务的庭院 他就讲到这个 台湾人跟日本人的 一个少年 藤奇少年 很友好的一个故事 结果呢 一投去没多久呢 台湾文学就停刊了 这也算是命不好 这是两个随事了 那第三件倒霉的事情呢 就是1945年日本战败嘛 可是当时候呢 这个报纸上面 还允许用日文写东西 一直到呢 他1946年 接到一个工作 就是到南部 中华日报去编日文版 他当主编 那么他到了台南 见到了叶石涛 几年不见 那么叶石涛呢 也在这个日文栏的 这个刊物上面呢 也投了很多日文的文章 一个是编者 一个是作者 可是呢 没有多久 这个日文就禁用了 1946年的冬天 他就失业了 才做了不到半年 然后呢 只好又回到台北 回到台北呢 更大的风浪正要来 1947年的228呢 这一把地狱之火呢 烧到了所有写作的人 跟他的朋友 所以呢 他一来是成了惊弓之鸟 二来是语言 的确是跨越不过来 所以呢 叶石涛沉没了15年 可是龙云涛沉没了 整整30年 这30年或许有写些东西 但是一个字 也没有再发表过 一直到1976年 他合作金库退休 1977年 他才开始写出了 他的自传 那么这些自传呢 包含像夜流 还有像段云 那么在1980年之后呢 他开始写 禁风与野草 这三篇呢 全部都是他的 类自传的系列 然后里面呢 用的一个主角的名字呢 叫杜南远 那是他自己的脱名 但事实上 就是写他的故事 那后来呢 这个也用中文 写了杜甫在长安 这是他晚期的作品 所以呢 我们上几集 讲到夜石涛 如果你觉得 他已经是很倒霉了的话 那我觉得 还有个更倒霉的败北者 一个很挫败的人 叫做龙英宗 我觉得他是一个 感觉很纤细的人 但是呢 他有口级 他不善于表达 所以呢 在他内心的世界里面 其实他的痛苦 是别人的好几倍 那我看过 周芬林写了一本书 叫龙英宗评传 他一直在讲 他的婚姻生活 龙英宗的太太 叫李奈 然后呢 好几个孩子 家里过得也挺苦的 可他真正的苦 是心灵的 他的丈夫 几乎跟他 没有办法沟通 那你想也知道嘛 这个丈夫 一天到晚都在看书 他的世界 其实不活在 他的现实里面 他活在 他心灵的世界里面 所以这个太太呢 物质上很穷苦 心灵上也是很贫乏的 所以这样的夫妻生活 只能说是悲剧 我有时候常会想 艺术的美好 是不是都是用 人生的悲剧来换的呢 我年纪慢慢 越来越大之后 我在看文学的时候 比较不看他的表象 我比较看他的内涵 也就是呢 表面上讲的正义凛然 或者是主题鲜明 或者是立场很强烈 那一种文字 那个反而很好写 反倒是那种 幽微的带点病态的 那种不被世俗所理解的 不被主流所理解的东西 很难写 龙英松的小说 的确充满了一些 很苍白的 逃避的 灰色的 或者是败北的人生 就没有一个有希望的了 你看完之后 就会觉得 人生混沌一片 那人还活着干什么呢 这个他的小说 完全不可能选入 中学的国文课本里面 因为太灰色了 完全没有积极向上 光明的一面 但是那只是表象而已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吗 失败者也有失败者的可贵 也就是在整个奋战过程里面 是很狼狈不堪的 但是呢 他还是彰显了人的意志 说到这里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鲁蛇了 这个人呢 就是骆驼响子里面的骆驼 那么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老蛇 就是舒庆春 他的笔名叫老蛇 那么他有一篇小说 叫做骆驼响子 这个也差不多是在1937年时候的作品 非常的巧合 这一篇小说写的时间 刚好跟只有木瓜树的小镇 居然是差不多的 这同样也都是败北者的人生 就是人生呢 一路节节败退 那么从刚开始的时候呢 充满希望 然后非常有理想 然后自己鼓舞自己 一直到最后呢 败落到人生的深渊里面去 那么现实呢 是一步一步的打击着人 也就是你想怎么做 他偏偏不让你如愿 他总是有办法 把你打击到一个一蹶不振的地步 那骆驼响子呢 他为什么叫骆驼响子 是有个原因的 他本来是一个黄包车夫 刚出场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乡下人 大约20岁左右 长得非常高大 圆圆的眼睛 肉肉的鼻子 他的两根眉毛呢 很短很粗 他的头呢 剃得光亮 脸上红扑扑的 是一个脸上跟身上 都带出一种天真淘气样子的大人 这个翔子呢 他是乡下来的 没爹没娘 他一个人在城里面打零工 什么样费力气的活他都干过 然后后来他决定当一个黄包车夫 因为他年轻力壮 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他三年呢 一定要存够一辆黄包车的钱 他要买一辆全新的黄包车 那么一辆车大概要100大洋 所以呢他就想好了 我一天呢 如果能够存个一毛钱的话 那么大概三年呢 我就可以存到一辆黄包车的钱 那每天呢 吃馒头配开水这样子 辛辛苦苦的 他也不喝酒 也不赌博 也不嫖妓 他人生最大的志愿呢 就是拥有一辆车子 再娶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 然后呢 快乐安心的过日子 他咬着牙利的事 终于呢辛辛苦苦存了三年的钱 他终于呢 存来了100块钱 他拿到车子那一天呢 他的手多缩得很厉害 这个车厂呢 还跟他说 好三年保固 这个有什么状况 我都给你修 他揣起这个保单 拉起车来 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把这个车呢 拉到个僻静的地方 仔细端详自己的车 从车头看到车尾 在漆板上面呢 照自己的脸 越看越可爱 就有什么不尽如意的地方 也都可以原谅了 因为呢 这是我自己的车子 我呢 把车看到 几乎已经看穿了 那么他看的这个 发亮的黄铜喇叭 他突然想起来 今年他22岁 他呢 因为父母死得早 他也不晓得 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 不然这样子吧 今天是车子的生日 那也算是自己的生日吧 决定呢 要来过一个双寿 今天晚上吃羊肉 酱酱烧饼 豪华一下 然后拉一趟车子 拉完就回家休息 作为开张的第一天 他心里盘算着 有了车子 就有了希望 他再继续努力下去呢 顶多两年 他就可以再买辆车了 然后呢 一辆两辆 他就可以开个车场子了 这个美梦没有做多久呢 现实就跟人 开始做起对来了 那么当时候呢 是北洋政府的时代 有一天呢 他拉车的时候 他就连人带车呢 全部被兵给抓走了 就是车子也充公了 那在夜里面呢 他从军营逃了出来 然后呢 顺手牵了三匹骆驼 也就是 我既然车都已经损失了 我捡到一条命 那么我也要抓三只骆驼 回去卖了 至少呢 可以把一些本钱拿回来 他把三只骆驼呢 仓皇之间 贱卖了35元 那么 他心里面 并没有罪有感 因为他的车子 也是无理 被人家抢去的 但不管如何呢 这次是他堕落的开始 因为呢 他的人格已经不完美了 那么 这个也就是 为什么他绰号叫做 骆驼翔子的原因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翔子呢 还是有志气的 他为了想要再买一辆车子 他又恢复了他的情分 有时候他看人家上窑子 或喝酒的时候 他总是会受到一点考验 但是呢 他还是很清醒的 知道自己的目标 不管怎样 我还是要存到一辆 买车子的钱 我呢 决定要东山再起 然后呢 不择手段 他开始抢那些 老车夫的客人 并且心里面 也没有什么样的罪恶感 理想跟德性 毕竟只能两个选一个 那么他呢 那时候没有车 所以呢 就去车厂的老板 刘四言那边呢 去租车子 就有点像是 计程车司机吧 去租车子来开 那每天晚上呢 把车还了以后 并且把今天的 车份子钱 交给那个刘老板 剩下的才是他自己的 那么他每天晚上 在车厂里面过夜 那么刘四言有个女儿 三十七八岁了 很老 而且长得又很丑 他叫做狐妞 他看上了响子 因为他很年轻 然后又老实 然后有一天呢 他还车的时候 在车厂过夜 结果呢 他看着狐妞 这个狐妞呢 居然化了妆 原来呢 这个狐妞本来就有意要接近他 然后当天呢 就跟翔子对坐喝酒 然后开始勾引他 翔子跟他呢 这个共度了一夜之后呢 他心里面 其实非常的后悔哦 虎妞并不是他的理想 因为他想要娶一个 清清白白的大姑娘的 所以呢 他有心要跟命运奋战 希望能够恢复理想跟自我 结果呢 没有想到老天做事的原则 好像就是跟人作对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虎妞来找他 然后跟他讲说 我怀孕了 没办法呢 翔子只好跟他呢 搬到外面去住 那这个虎妞呢 就跟他的爸爸呢 就产生了对立 就离家出走 然后跟翔子住在一起 住的地方呢 是一个贫民窟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翔子还是非常努力的 他虽然很懊悔 这样被逼迫结了婚 不过呢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很辛苦的继续拉车 希望能够存一辆车子的钱 结果呢 更大的不幸来了 虎妞在临产的时候呢 发生了难产 然后隔壁的收生婆啊 还有所有的人呢 守了三天三夜 不管怎么样的呼喊求救啊 把一切的神都败过了一轮了 都没有用 到医院去呢 要几十块钱 这是他们没有办法负担的 所以呢 三更半夜 这个虎妞就带着 还没有出世的胎儿 三更半夜呢 就断了气 那虎妞死了之后呢 翔子的车也卖掉了 因为要办丧事嘛 他心里面呢 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打击 来成立那么多年了 他不但什么都没有挣到 而且呢 还换来了一生的挫败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邻居有个叫 小福子的姑娘 因为家里很穷 所以呢 他是在他们家旁边呢 就是做那个卖身的生意 哦 那这个小福子长得很白净 但是他命真的很不好 哦 他的爸爸是个酒鬼 他弟弟是个白痴 所以呢 这一家子也是一个 无底深坑啊 就在虎妞死了之后呢 翔子当然就必须要搬离开 这个地方 那么在搬家的时候呢 小福子来到他的房间 跟他讲说 翔哥 他有一句话就吞下去 他不敢说出来 翔子很明白 其实小福子对他是有意思的 但是呢 他想到他们家 那个无底深坑 他没有办法答应下来 他迫于无奈 仍然只好很忍心的离开了 翔子真正的堕落呢 是在他离开那个贫民窟之后的 他开始 他仍然是拉车的 但是他已经毫无原则了 跟那些不三不四的车夫呢 在那里私混 他甚至跟这个包车的女主人乱搞 然后在他身上呢 也得了脏病 然后他一点志气都没有了 可是呢 就在这样的轮亡当中 他最后的良知 还有一次的回光返照 就是有一次在路上呢 他遇到刘四爷 他突然醒悟过来 虎妞已经死了 过去已经过去了 干什么不好呢 我还有力气 我也还年轻 我不应该就这样沉沦了 所以呢 他就想好了 他说好 现在呢 我要回去找小福子 他不完美 我也不完美 刚好呢 就是一个破罐子 跟一个破水瓶 刚好就是摆在一起 就是一对 他全部都想通了 他回去找小福子 可是命运呢 再一次拨弄了他 你知道吗 那个小福子呢 在翔子搬家之后 他就沦落到白房子 去当妓女 就是一个很下等的那种妓女院 然后呢 因为他要供他父亲跟弟弟生活嘛 结果有一天不堪凌辱 他就上吊死了 所以呢 当翔子去白房子找福子的时候 当他听到福子的死讯的时候 他晃晃悠悠的走出来 他的泪一串串的往下掉 他什么都没有了 连小福子都死了 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小福子是一个很要脸的人 这就是努力一辈子的下场 翔子的意志跟希望呢 在这里全部都幻灭了 人生到这里 再也没有什么原则可行了 他再也不拉车了 他情愿更省事一点 他去偷东西 然后呢 他去出卖朋友 甚至呢 到最后 他没有工作的话 他就去出病的人家呢 去打着棋子 而他打着棋子呢 他也不认真 他是一个很打混的 之后呢 甚至就是蹲在地上讨钱 或者是捡人家的烟屁股 最后一个镜头呢 就是他似乎听不见 那发号司令的罗生 他也看不到左右都没有对齐 走他的 低头好像在做一个梦 老舍这篇骆驼响子 他讲的也是一个败北的人生 节节败退的一生 响子跟陈友三一样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非常有志气的 然后都是非常奋发图强的 即使受到一点打击 他也不退缩的 可是到最后 还是臣服于命运底下 读这两篇小说 其实蛮感慨的 有时候我不明白 如果你现在过得不错的话 到底是因为你的努力 还是因为运气还蛮不错的呢 我们今天呢 讲了两个鲁蛇的故事 在这样子非常热的天气里面 来听一首清凉的歌曲 下一集呢 我们再来讲隆音宗 他的祖父是怎么样 被山地人给割了头去的 那一段家族的血泪史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来听这首Mississippi 这首密西西比河这首歌曲 这是1975年呢 有一个荷兰的女子团体 叫做Pussycat Pussycat就是小猫咪的意思 那这个团体是由三个女孩子 所组成的 她们的声音是比较低沉 有磁性的声音 那这首歌曲呢 后来黄音音有翻唱 她的唱法是比较轻快流畅的 这两个是表现方法是不太一样 不都很好听 那么在上一集呢 我们听了一首歌叫做Massajus 那么Massajus呢 这是从印第安的话翻译过来的 Massajus其实就是一个山坡的意思 那Mississippi也是一个印第安话翻来的 就是非常巨大的河流的意思 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呢 这个唱Massajus的这首歌的是Begis 是英国的这个三兄弟 他们根本就不是美国人 但是却把这首歌呢 唱成了冠军歌曲 那同样呢 这首Mississippi 密西西比河 那么这首歌你刚听 是一个很有南国风情的一首歌 非常的轻快 那你以为是美国人唱他们在地的 这个淮乡的感情 结果不是 这是三个荷兰的女生唱的 然后也是一样在欧陆 得到了冠军歌曲的宝座 那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意思 他就说到 你从远方就可以听到 这首Country Song 这首乡村歌曲 还有人在那里 Praise the honky tonky guitar 还有人在那里弹着笨重的吉他 在那里所有的灯光会一个一个亮起来 人们享受着阳光 而风会把一切都带走 就好像把你的忧愁都带走一样 那下面的歌词呢 当然就是说 Mississippi和我会永远记得你 I remember you 当我离开的时候呢 我会渴望有一天 我即将能够回来 你永远在我的心里面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Mississippi和会不断地滚动 Until the end of time 一直到时间的尽头 这歌词还非常有趣 就讲到说 现在的Country Song呢 Forever loose its song 永远失去了它的灵魂 因为吉他首都去演奏摇滚乐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在夏天里面 会让你感觉到很清凉的一首歌曲 那我们来听黄音音的版本 再来听Pussycat的版本 1975年的Mr. Stadia Where you can hear a country song from phone And someone played a hunky-tonk guitar Where all the lights will go out one by one The people join the sun And the wind takes it away Where the Mississippi rolls down to the sea And lovers found the place they like to be How many times before the sun was ended Love and understanding Everywhere around I'll remember you Whenever I should go away I'll be longing for the day That I will be in Greenville again I'll be longing for the day Mississippi Mississippi You'll be on my mind Every time I hear this song Mississippi rode along Until the end of time Until the end of time Now the country song forever lost its soul When the guitar player turned to rock and roll And every time the summer nights are falling I always will be calling Dreams of yesterday Mississippi I'll remember you Whenever I should go away I'll be longing for the day That I will be in Greenville again Mississippi Mississippi You'll be on my mind Every time I hear this song Mississippi rode along Until the end of time Every time I hear this song Mississippi rode along Until the end of time You'll be on my min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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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